大家好我是社長 新的劍魂6你買了嗎 在PS4上面的劍魂6 有一個新的功能就是可以捏娃娃 創造自己的角色 裡面一開始有16 16種的一個角色 可以讓你去修改 看你這人型啊 怪物啊 機器人啊 然後去套用裡面的一些 攻擊的方式 修改這個人的 體型 大小 是粗壯呢 還是瘦的呢 臉 有幾種可以挑 髮型 當然顏色都可以換 還有眉毛啦 各種講話的方式 然後還有一些可以換的衣服 就是裡面已經設定好的衣服可以換 所以你可以挑你喜歡的衣服 在裡面已經 已經做好的 當然還有一些配件 臉上的配件 或是身上的配件 或是一些 需要解鎖 的衣服 你可以 隨便亂套 有些沒有點數 解不開 當然有些衣服呢 你套了這一件 再套那一件呢 就會 產生衝突 你就只能選一個 甚至有這種破損的衣服 這個社長還蠻喜歡這種的 破掉的還不錯 當然你穿了 套裝呢 再去套別的衣服 褲子呢 他就會穿不下去 當然 顏色 可以隨便調 調到你高興 或是他裡面有一些蛙紋 可以去套 花紋啦 顏色啦 還有這個花紋的 放大縮小 旋轉 你可以去調整他 你看這個 調得像 尿布一樣 好 調好之後 你可以讓 讓他出來 試打一下 當然你 那個招式呢 可以隨便的換 就是他裡面內建的 那些人的招式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網路上有很多 已經做好的 你可以去參考 欸這個是什麼 女武士耶 傳說中的女武士 這些角色都是網路上 人家做好的 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再去修改 因為你做好的角色也可以上傳 給別人去 用 中國風的啦 褲子風 有多有尾巴的 這種 肌肉型的 穿一些破衣服的都可以 這些都是 這個 網路上 欸 這是零刻啊 怎麼有點 毀瀉啊 各種配件你可以掛在 身上 這是什麼 奇怪的樣子 胸部還突出來 還有這個 羅根 金鋼狼 這個 像2V 對 他就是想要做一隻2V 還有這種 可愛造型 制服 這個是烙印勇士 怎麼 好像什麼都做得出來一樣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 你想得到的都做得出來 他有很多配件是他會陸續 去發DLC 這個是很像生死格鬥 好 最後放一個福利 就是 你贏了 欸 居然擺出這個姿勢啊